也许是S300太出名,俄军研制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,被誉为全球性价比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。 以至于俄军新研发的最先进型号导弹S500也微明远播,与S400根据S300全新研发的升级版本一样,S500也是根据S400升级的。 主要功能是对包括小型无人机和低空飞行巡航导弹的拦截,也可拦截500公里外以5公里每秒速度高速飞行的弹道导弹,或战略弹道导弹,以及大气层外的各种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作为升级版的S500,比之前一代的S400在同时打击锁定目标上也更胜一筹,S500导弹可以同时锁定10个目标,遏制给S500的定位是成为国家空间防御体系的基础,保证和平时期能与俄军帮武装力量其他局部合作,遏制全球和地区范围的潜在侵略者,与S400一样,成为了其他国家争相购乱。 然而,据美国五角大楼专家称,S500其师徒有其名,只不过在S400导弹上增加了一点作战单位而已,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武器性能飞跃。 虽然,S400防空导弹被证明人以美制阿国者防空导弹射程要远,S500则延伸到了500公里,可对于已处于战略上领先的美军太空级武器,还是力不能及。 这位五角大楼武器专家表示,美国现在更担心的一种超级防空导弹系统,还是中国的红旗18防空导弹系统。 据称,中国研发的红旗18防空导弹系统,是中国独立研发第一款超性能防空导弹。 其针对打击的目标,以第五代战机为基础未来五代机将成为巨势。 但是,防空导弹能拦截五代机是基本功能,主要是能拦截太空武器,以及十倍因素以上的飞行器,也具有一定的拦截外太空飞行器的能力。 目前,红旗18主要的研发,已经进入该阶段,红旗18从2009年开始立项,预计基本作战性能,是达到了F500防空导弹的快速反应。 快速发射,火力凶猛的优点,还使用了解放军最高科技的相控无人定位雷达系统。 不过具体的功能参数未知,据悉,不同于俄军F500的微明远播,红旗18就是奔着打击美军的太空军事的起点更高,而且中国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,货舰研发科技也达到了与美国病假齐驱的地步。 所以,中国的红旗18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武器大杀器。